传染力高的Delta病毒已经入侵台湾 包括桃园机师、新北幼儿园都中标 其中确诊机师到过新竹县的足迹 匡列25人居家隔离 索性在裁检后都是阴性 而现在新竹县也宣布 中秋廉假不开放公共场所 还有社区举办烤肉活动 让人闻之色变的Delta病毒入侵台湾 一件是桃园机师 一件是新北市幼儿园的群聚案件 来自不同的破口防堵疫情蔓延 新竹县第七轮AZ疫苗的施打率 来到了98% 已经在第七轮 已经有达了16000多位的民众 符合的对象 有来报到的有达到98%点多 那这打得很踊跃 那我们就是只要疫苗一来 我们就是赶快打 然后打得快打得对 面对看不见的病毒真的不能大意 县府说明桃园机师确诊个案 确定为Delta变异株 在新竹县的足迹 卫生局匡列有25人居家隔离 两次裁检全是阴性 而第七轮的AZ疫苗 有1.6万多人完全接种 报道率为98.48% 全台二级警戒延长到9月20号 担忧社区可能有不明感染源 为了避免增加船坡的风险 县府决议中秋廉价县内不开放任何户外公共场所 还有社区举办烤肉活动 尽县同住家人可以居家烤肉 民众对此都认为比较安全 这家人在一起的话 在屋顶啊自己的自家的门口啊都可以这个烤肉啊 这些动作都可以啊 那会不会担心说如果是朋友来的话就会有这种群聚的影响 当然会担心啊 当然会担心这些事情啊 卫生局也提醒Delta传染力高 如果出现发烧 呼吸道症状 喉咙痛 为嗅觉异常 腹泻 不要迟疑 立刻停止上班上课 前往就医或筛检 即遭阻断传染链 前往就医或筛检